這個蛋糕是我們台灣的第一顆 最大顆的木瓜蛋糕 3、2、1請切 一切順利 台灣第一顆的木瓜雞蛋糕 在鄉親的柏仙當中 有著熱市長和劉民代表春秋來切 這是山上區所來的木瓜雞 現場不只有某某人條 再來就是黑白白的木瓜 木瓜雞蛋糕 木瓜雞蛋糕要有木瓜比賽 其中間有所謂給他祝福他的木瓜小粉飯 我們這次的木瓜 木瓜桌邀請農人一起來參與 所以我們現場有一些木瓜達人跟木瓜超人 最主要是要來比賽他們木瓜種植的情況好不好吃 後面這邊是一個請學生來做木瓜的雕刻 木瓜除了吃以外他還可以做藝術品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農民跟學生來參與 另外有一個小粉飯它最主要是油飯跟木瓜一起去做的 所以它的味道比較軟一點 它口感很好 跟別的一般的油飯不太一樣 我收聽到今天你來還有一個目的 我剛才問餘區上 我說電視報紙在補的木瓜小粉飯 那是真的假的 今天想要來吃木瓜小粉飯 大家有慶祝要來倒前吃一下嗎 剛才用木瓜小粉飯來選團木瓜 若市長也有這個機會來向鄉親說 年輕人這是我們農業的未來 所以市政府大了才推薦到新農民的政策 以下也有這麼好的成績喔 雖然說我們的木瓜很出名 鳳梨很出名 衰下很出名 但是你種族的農民 平均未來太高了 就我們是年輕人應該要回來 所以我們每天市政府農業 都有推動一個新農人政策 這幾年來都共有600幾個 參加我們的農業政策 年輕人來做農業 我們其中的80幾個 一年收集已經超過100萬新台票 因此有啦 我們的雄京農地本來5萬幾公圈 這次剩1萬9千幾公圈 學京3萬幾公圈這樣就對了 雖然若市長得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趕快來試一下團水中的木瓜燒飯 真的很好吃 果然名不虛傳 重點在吃了一次以後 以後還想要再吃 所以以後魂牽夢戲就是木瓜飯 心心念念木瓜燒魂飯 對對對